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的自由 学院大门长大开 开放 怀抱的你 什么巫术都能了解 学费也很便宜 不管远近都是同学 请不用客气 一乡也好了在一起 我们欢迎你 我家中这桃花树 皆出每段传奇 为中华的武术播种 贡献一份力气 天堂老师嘻嘻哈哈 也不用敬礼 出门你有多挑剔 我们不嫌弃 国宝欢迎你 为你开眼鼻鼻 报名热线3623987 国宝欢迎你 今天就赶紧来报名 我们一起创造奇迹 国宝特工创造奇迹 方正我们今天的广告词 会不会太浮夸了呢 浮夸 你看看下一条广告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火动女子学院 全球同步招生 我们火动女学院 全达四大恶贼 教期南国宝特攻 加入我们火动女子学院 抱你风华绝代 内外双胸 来吧 赶快加入我们火动女子学院吧 火动女子学院 散岁 现在天山国老 在我们火动学院的隔壁 开了一家火动女子学院 而且还把我们的夜夜老师 和我们学校的女生 都给挖走了 所以我们火动学院 今年的招生形势非常严峻 很有可能因为招生不足而面临倒闭 这么严重啊 方丈不用担心 有我们三个国宝特工在这里做火招牌 还怕没人来报名吗 嘿嘿嘿嘿 哎就是因为你们三个才让我很担心明天的招生情况 为什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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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三个的所作所为 在水果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 这不可能 我们国宝特工拯救了整个水果世界 成为救国救民的大英雄 怎么会影响恶劣呢 就是因为你们整天打打杀杀 被别人投诉 你们太暴力了 难道为了保卫家园 为了拯救我们的水果村民 也不能够对敌人使用武力吗 哎 程流香 你不要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哎呀 波浪吹雪 投诉最多的就是你 我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最少使用暴力的了 凡是可以用金钱解决的问题 我都不会使用暴力的 哼 就是你这种败金主义 被投诉的最厉害 啊 啊 这 这冤枉啊 方丈 普通人没有达到我的境界 而对我的人生哲学产生了孤独 这我可以理解 可是方丈 你可是世外高人啊 你没有理由不明白我的呀 不要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哎呀 方丈 嗯 像我这样傻傻乎乎的 应该没有什么坏影响吧 哼 你的影响最恶劣 哦 就是你 陆小果 搞得全世界的小朋友都不会数数了 哦 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还有 你整天在那里念什么坏事啊 方丈 你可以侮辱我 但是 不能够侮辱我写的诗 总之 以后你不准念诗 特别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诗 乱七八糟 诗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诗人看不穿 不许一两二三四 不如回家 去 种 田 哎呀 国宝女特工 出击 美丽四射箭 惊天蜜桃杀 如意金箍杖 赶快停止 你们赶紧给我出来 哎 国老 国老 怎么啦 怎么啦 你们身为国宝女学院的学生 是不应该像男子那样打打杀杀的 而更应该让你们的国宝机甲 走向生活化 哦 哦 哦 生活化 没错 比如说 金箍杖 白天可以拼起来 做 亮衣杆 什么 晚上 激光剑 又可以点亮 作为节能光管 啊 不是吧 而草莓 草莓 占宝 在天气热的时候 可以当风扇来使用 哦 哦 哦 哎呀 这就叫国宝机甲 这就叫国宝机甲 生活化 这就叫国宝机甲 你们国宝女特工是我们学院的活招牌 明天的招生大会 我们一定可以 打败隔壁的果冻学院 找到更多的新生 谢谢 方丈 既然以后 我们都不许打打杀杀 那我们的国宝机甲 岂不是毫无价值了吗 错 机甲是不一定用来战斗的 国宝机甲不用来战斗 那用来干什么呀 切豆腐呀 完全正确 你的菠萝战宝 既可以切豆腐 还可以切萝卜 而你的香橙战宝 再配合小果战宝 则可以制作美味的 板烧鸡翅 你们要不要尝一尝啊 太乌乌乌 太过分了 方丈 照你这个搞法 我们果冻学院的招生 肯定完蛋了 不 你们不要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虽然你们国宝特工声名狼藉 而你们的国宝机甲也已经过时 太不上用场 可是我们只要抓住问题的本质 还是可以反败为胜的 本质 什么本质 什么本质 波罗吹雪 你帮我把以下的消息公布到网上去 就说我们果冻学院将会把小学六年制 中学六年制 大学四年制的学费一律免除 波罗吹雪 方丈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们果冻学院可承担不起这么大的亏损啊 是啊方丈 这样子搞法 我们很快就会破产的 我们果冻学院百年的基业 就会彻底完蛋的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从其他一些项目收回成本 而且还会有很多的盈余 让我看看 书本费一年两千 部习费一年三千 住宿费一年五千 食堂包餐费一年四千五 校服费一个季度三套 每套三百八十八 生活用品费六百 军训费五百 上网费一百六十八 奥林匹克武术培训费三千六 还有春游费秋游费 尊师重造费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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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人都是喜欢赚小便宜的 当他们看到学费全面 一定会蜂拥而至赶来报名 明天来我们果冻学院报名的人 一定会多到爆棚的 方丈 为什么一个新生都没来呢 方丈 新生该不是都跑到女子过冻学院去了吧 方丈 要不我们过去看一看 不许去看 绝对不许去看 因为这样实在是太没面子了 可是 没有可是 可是波罗吹雪已经过去了 不是吧 可过去看看 热烈欢迎 行了别放音乐了 燕燕老师 你们这边也没找到新生吗 今天真奇怪 一整天连一个人都没有来 上官自已 请问 波罗小薇去哪儿了 干嘛 你很想念她吗 没有 我只是奇怪她去了哪儿呢 波罗小薇 她 她 她已经 走了 呃 什么 走了 是啊 她走得很惨的 是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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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为你报仇 小薇 你不能就这样死了呀 她不是死 是 是走了 哦 哦 哦 这是 教给你的 她说 你看了 就会明白的 嗯 遜遜遜白兔 那两个字 哦 都 穷 哦 穷穷白兔 东走西顾 衣不如心 人 不如 顾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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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明白了吗 不明白 哎哟 文嘛 这都不明白 小谷哥 你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哦 可是我不说 哎哟 你们好啊 哎 有人来了 终于有人来了 哎 小薇 小薇 嗨 你们好吗 啊 太好了 小果丁欢迎你来报读我们的果冻学院 等一下 小果丁是来我们这边的 你怎么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抢人呢 小果丁是男的 应该属于我们果冻学院的学生 不 正所谓有教无类 我们国宝女学院 也是会招收男生的 啊 哎呀 你们别争了 其实我不是来报名的 哦 那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告诉你们 花果山上面新开了一间忍者学院 水果村民都赶过去学忍术了 你们要不要也去报名参加呀 啊 这人就是要学 鱼儿 我把你学忍术了 你学忍术了 快走啊 把你学忍术了 快走啊 学忍术 快走啦 我要学忍术了 我要学忍术了 学忍术了 我要学忍术了 学忍术了 好啊 好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太棒了 速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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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万众期待的 四大天王登场 第一位 魔洞王 这哪儿啊 哪儿表演的是 忍树中的土盾术 下一个出场的是 海沙王 哪儿表演的 真是忍树中的 火腿一顿兽 太棒了 下面有请 金霸王 他表演的是 忍树中的幻影飞神树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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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一位 就是我们的老大 圆树 人者无敌 现在四大恶贼的名声 远远超过了国宝特工 什么 什么 整个水果世界都只知道忍术 而不知道武术了 什么 他们还说 天下武功以忍术最厉害 其他的都一钱不支 什么 竟然不把我们的中华武术 放在眼里 是可忍 说不可忍 师兄 我们是时候出手了 国宝特工 在 充热 呀 杀 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